这什么东西 这什么东西 现在是7月4号12点 今天我们就要去机场首尔 然后去打世界冠军杯 然后我比他们起的都早一点 然后我知道大家都很好奇 我们队员的行李箱里面是什么样的 这样让我们去推检查 走 我们去看一下 他们已经收拾好了 就是时间有点久 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开始检查 我们都知道张文科这个人 什么生活做非常的优良 干嘛 你生活做很好 肯定啊 这个一转 所以我知道大家都很想看张文科的箱子里面到底是什么 别 能不能这么看 你里面有什么东西 我里面有棉袄 我来帮你看 我来帮你看一下 你里面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带的 帮你检查一下好不好 你一打开就会看到我的枪内裤 来来来来 不能放出来的 来来来 我的枪子会爆出来的 好 截瓶子的朋友们现在把这个瓶剪好 好 乖死了 我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反正裤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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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 打开 没事 截屏 大家该截的已经截好了 你放心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到 狗狗的箱子里面主要是一个人 你知道吗 长老不可以告人的秘密 不看 张文科这个行李箱里面有什么 说实话我也看不清楚 也是眼见的网友们自己截图 慢慢分析 然后我们下一个来看谁的 来看轩泽的 是不是 轩泽作为一个新队员 而且是一个体型跟我相仿的新队员 大家来看一下胖子的行李箱里面到底有什么 这个地方没有弄好 你看轩泽的行李箱里东西非常少 还帮经理戴了眼罩 然后就戴了双鞋 戴了一点衣服 可以看到胖子的生活还是很简约的 但是你要在韩国待半个月 你待这点行李箱吗 帮包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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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看一下 看要再说他的行李箱 是不能被打开的 大家看一下 我怎么觉得这个更像宣泽的行李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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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也是 我只能说两个字 专业 刚才我们看了两个新人的行李箱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阿彻 你们队的颜值担当 他的行李箱里面到底有什么 我们看到上面就是一些我们队伍的衣服 然后这里是洗漱用品 然后这边也是一些衣服什么的 没有太多东西 行李箱也装的不是很满 你看到我们队员带东西带的都是很少的 这是阿彻的 然后这里呢 我刚才是帮出城把行李箱停下来 他行李箱很轻的 应该里面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太多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我最 我最 看一下看一下 看到上面是衣服 下面也是衣服 就全是衣服 还有一双拖鞋 没东西了 衣服 衣服 比较不好的人是带了双拖鞋的 看一下 看到没有 全是零食 他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跟他一起合资买的 我觉得 我们买了几瓶老干嘛 每个都要警察 对 那行李箱应该是我 看的这几个行李箱里面最沉的一个 没有啥 众虫 这个东西我们放在 里面挺干净的吧 枕头 枕具 枕具 还是个类似枕头一样的东西 你这没挂过去 你挂上去 这是今天的压咒大戏 那我们来看一下 无痕的箱子里面有什么 我都什么的 没啥子 我叫衣服 挺乱的 鞋子 这还叫乱吗 我觉得对比剩下人的 你这个箱子已经很好了 看到虽然 给大家看都是衣服 但是相对来讲 还是比较整齐的 而且不存在那种 开了就合不上的情况 结束了 合不上了 兄弟 这样我们七个队员的箱子 就全部看完了 然后这里面我觉得 相对来讲比较整齐的 应该是无痕的箱子 然后最乱的这个箱子 大家第一个也看了 因为我也看不出来里面有什么 大家自己自行观赏里面有什么东西 最喜欢吃的无疑就是看一样 清理箱里面连些衣服都没有 全是吃的 让我不禁怀疑他去韩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好 现在也是一点多了 还有不到半个小时 我们要出发去机场了 我也要去准备一下 看一下还有什么遗漏的东西 大家一会见 我们准备出发了 等一下 等一下我 等一下我 可以跟他拉一下 你穿着我方向你前面的 你这个方向怎么超酷的 我可以 先走前面 先走前面 好 我们一会去机场吃个饭 然后在那个时候等一会飞机 然后 吃个吃的空前吧 拜拜 我们韩国见 哥哥 我干嘛睡着 你帮你的呢 你帮你的呢 你帮你整个什么事情 你帮你看 我帮你选择 我帮你 你帮你 你要帮你 你帮你 你节目 你要帮你